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還有兩個結局 我叫做ヨネダツグミ ヨネダ ヨネダ好像是米田的意思 我叫米田ツグミ 他這樣按 按1 我是個高中生 暑假結束了所以我們都回到學校 但是 有一件事情不一樣 有一個轉學女生來了 他叫做アワシマヨイコ アワシマ 叫他彈倒 彈倒同學好了 彈倒同學 我想要跟他聊天可是他是一個很怕生的人他喜歡 就是那種班上一匹狼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一直找他講話所以他終於願意跟我講話了 他今天 來找我說話 看起來很慌張 你們不覺得這個很像古早的那個 恐怖驚魂葉嗎 這種紫色剪影 很像古早時代的恐怖驚魂葉 他說昨天他帶他的弟弟 去一棟廢棄的大樓那邊玩 我覺得很差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那邊玩過 在我們學校裡面 關於那棟大樓有一些傳聞 那棟大樓是幾年前蓋的 但是後來 被廢棄了 就是沒有再繼續蓋下去 聽說 那邊有一些 左下角那怎麼回事 人家一群不良少年 什麼不良少年漫畫 聽說有流氓占據那裡 有其他傳聞說是那邊有一個 女鬼 關於廢棄大樓 我們前面有說這個是 以90年代日本為背景 90年代日本有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泡沫經濟 像模仿泛 就是90年代的作品 公布美信90年代的作品 他也有寫到泡沫經濟 泡沫經濟那個時候 就是 很多人投資蓋大樓 一直蓋一直蓋 但是後來那個經濟爆掉了 那怎麼辦 沒錢了 就很多人自殺 投資客都自殺 然後 建商自殺 那些蓋不下去的大樓 就不蓋了 就放在那裡 因為 你蓋不下去了 可是拆掉又是一筆錢 然後那筆錢付不出來 所以 就放在那裡 就很多廢棄大樓 但是我懷疑這些傳聞是不是真的 尤其是女鬼的部分 問題是 問題是 蛋島同學他有個弟弟叫 Yuta 他們在那東廢棄大樓玩的時候 他弟弟突然不見了 現在還找不到人 他希望 我跟他一起去找弟弟 放學之後我們就去了那棟大樓 我現在怎麼移動 我現在 哇 這個移動方式 這個移動方式超級PS2的 哇 所以我們是這個短髮女生 好魔性喔 這個移動方式 作者說他是 想要做PS2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建模更像 更像PS1 我真希望他平安無事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是不是 我現在是用wse移動 這裡好暗啊 好像恐怖金魂夜喔 這種紫色剪影 懷舊惡靈 有有有有那種感覺 惡靈古堡一二代 這免費的喔 這是免費的喔 戰車式移動法 雙子瀑布就是個笑話 那個針對我們雙子瀑布 要show some respect 那畢竟是本台歷年來 最強的Furgy之王 對王者 我們還是要給予一些尊敬 Yuiko說 我覺得我們分開去找好了 分開去找應該比較有機會找到他吧 好啊 那我就去找 地下一樓 你去二樓找吧 好啊 米田同學 非常謝謝你過來幫我 請你千萬要小心 所以Zugumi是我們 Yuiko是那個 長髮同學 你也是我們在樓上見吧 這個建模很有feel耶 我 信箱 我想他們應該有好一陣子沒有檢查信箱了 那我們怎麼看起來這麼矮 我可以逃走嗎 我可以逃走嗎 這是警衛室嗎 為什麼我這麼矮 我是150公分啊 150公分的 我買的 我的 子組 我找到了備用鑰匙 我把備用鑰匙放在我身上 我找到的備用鑰匙 我把備用鑰匙放在我身上 SIMITS 310 310號房有一把鑰匙可以拿 全部都是片假名 實在是不太知道漢子是什麼 310號房有鑰匙 這是一份舊報紙 但報紙有一些地方破損了 這個真的很日本耶 這個歐美製作者他真的十分的在向日本早期的恐怖遊戲致敬 因為早期日本恐怖遊戲不管你找到什麼東西 你找到不管你是找到文件啊日記啊報紙啊 都會跟你說下面的部分已經破損不堪無法閱讀 或是下面的部分已經被撕掉無法閱讀 他真的是一個P2時代的日本恐怖遊戲粉耶 哇我這個150公分的小矮瓜走路還蠻快的嘛 鎖起來了 鎖起來了 這也太暗了 說這個遊戲 他好像也可以調更亮一點 可以再調更亮一點 對這遊戲它有自動存檔喔 所以等一下 他會在檢查點自動存檔 真的是太先進了吧 喔這個畫面好沉默之秋喔 這畫面非常沉默之秋一二代耶 天啊身為沉默之秋的老粉 感到感動 火災警報器 但我懷疑這個火災警報器是不是還能發生作用 怎麼會有門被叮起來啦 這到底是為什麼 就已經廢棄了還把它叮起來 不錯不錯目前玩起來覺得感覺非常的棒 不會太暗 然後音效也不會太大聲 更不會有破圖啊 或是游標穿牆 那種種 你會在日本做的 獨立日式恐怖遊戲裡面找到的缺點 鎖好像壞掉了 沒辦法打開 可以跑步啊 我可以跑步耶 結果是有耐力條的 看到耐力條 就要思考等一下是不是要 躲避什麼 302號房鎖起來 3-0-0 3-0-0 有人在叫我們 米田同學 蛋島同學是你嗎 我看不到你 嘆氣 嗯 我還沒有找到你弟弟耶 我們要不要去樓上看看 你人真好 但我真是太糟糕了 我不應該這樣對你 欸 欸 化身什麼事 What 你知道 I could barely hold myself back when we were at school 在學校我還可以克制自己 但是我對你一見鍾情啊不是 蛋島同學你在說什麼 當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已經抵達我的 我已經 到達忍耐的極限了 你 蛋島同學你 你到底在 我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沒有人知道 來聊天室刷一波 危險的危 危 蛋島同學你要變身了嗎 大爆 What the You see What 你是 你是什麼 他有腳嗎 阿娃島さん What the fuck 阿娃島さん 他沒有腳耶 他沒有腳 他沒有腳 阿娃島さん 你是斷腿小明啊 阿娃島さん 阿娃島さん 我傻眼 你們知道關於蛋島這個名字 就是我在開台之前 我有稍微搜尋這個 他這個名字 剛好搜尋到古世紀的 伊邪娜奇跟伊邪娜美 伊邪娜奇跟伊邪娜美 他們兩個是一對夫妻 然後首先生下了一個小孩 但那個小孩沒有四隻 沒有四隻 所以他們就把他取名為 是智子 就是水智的智 然後孩子的子 然後後來又生了第二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叫蛋島 我不知道他這個名字跟 跟伊邪娜奇伊邪娜美 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只是看到他 只有手沒有腳 突然想到 也或許作者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我們等一下 還在不給過耶 所以要 從這邊開始喔 我們等一下溜得掉嗎 我們等一下溜得掉嗎 跑啊 快跑 欸 跑跑跑跑跑 往上衝 往上衝看看 欸 欸我要去哪裡啊 可以躲起來嗎 可以啊 可以躲起來是不是 好像是要躲在衣櫃裡 你們知道如果是恐懼深淵那個妖獸遊戲啊 就會在衣櫃裡面放麥克風偵測器 比如說 我在衣櫃裡面用這樣的音量講話啊 怪就衝進來了 就是不給你在衣櫃裡面開演唱會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今天就安安囉 跳舞沒有停歇 應該已經走了吧 應該已經走了吧 好 趴爆 不是這 這配置怎麼這麼奇怪 307 308這也不是二樓嗎 為什麼 306 你們這裡不是二樓嗎 為什麼會有三開頭的房間 難怪你們會投資失敗啊 難怪你們會經濟泡沫啦 這是一份舊報紙 那 Jean Yakuza he killed his bos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一個年輕的流氓殺他老闆 所以被判處 十年徒刑 看来关于这种大楼的流氓传闻 应该是真的 是同生一马吗 同生一马曾经在这里出现 我就怕不是耶 吓死人了 不会再出现啦 除非有出发 真的假的 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是不是在骗 他在下面 他在下面 他在下面啦 你们还在骗 还在骗 五秒前还在骗我 说那个举手背景音秀的 不会再出现了 放心吧 想骗了 骗 亲眼目睹 观众无情的欺骗森森 到走廊散步吧 又在骗 真的在骗 还不承认 的骗 他会上楼吗 看到我们的话 说不定就是上楼哦 是因为周年期的朋友 周年期还没有到 不要骗 待会我们能够成功的进房间 而不被杀死吗 给你们一分钟的投票时间 使用鸡排点数预测 不怕 怕 等一下就是下去右转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不知道这样来不来的机 耶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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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 诶 是不是说过 要相信森森 来 预测结果是YES 是不是跟你们说过 鼓有名讯 相信森森 来 好 25%选YES 百分之 25 你们真的很要羞耶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就算75% 75%人 在我位被杀 你们真的太要羞了 选择结果 待会能成功进房间 而不被杀死吗 YES YES 相信森森的人 领钱咯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啊 都没相信我啦 你们这些人啊 看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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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学会相信 相信森森 准准准 超怕的 302号房在哪里啊 啊 ここ ここ 耶 好 诶 啊 这也是 这也是 这可以搬开吗 地上有个洞 诶等等我不能进去吗 我很怕它冲进来耶 这可以 这可以 打开吧 OK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下去了我们下去了 耶 成功 喔手电筒 拿到手电筒了 有了有了 啊有了有了 我是觉得聊天室一百分该刷一波了啦 来一百分刷起来 汪汪嘴角发炎 嗯 汪汪如果有症状的话 赶快去看医生喔 嘴角发炎 感谢追随 嘴角发炎你不去看医生是不会好的喔 对你应该是最近免疫力 免疫力比较差 所以 就是有病毒 Kadeyuto様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点语感谢一百分小几点 那嘴角发炎 你不去看医生是不会好的 所以明天赶快去看医生喔 如果平常要预防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就是要吃B群啦 每天一颗B群 那如果说已经症状有了 你再吃B群就没有效了 赶快去看医生吧 才不会越拖越严重 喔 这有钥匙有钥匙 Base Floor 一楼的万能钥匙 欸 应该说地下一楼都很大钥匙 嗯? 喔 keychain 它就只有说一串钥匙 It doesn't work 所以不用来解这个喔 门上都是血 气氛做得真不错 而且它的血没有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欸 有钥匙欸 一把生锈的钥匙 一把生锈的钥匙 屋顶的钥匙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所以我可以去屋顶了 屋顶 那要走哪一扇门去屋顶啊 好 他就是要强迫我们走那边就对了 WTF 吓死我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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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刚那段你们可以捡起来 如果 刚刚有人被我吓到的话 非常抱歉 但我也没有那么抱歉 我 你怎么就这样直接打开门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开门呢 你的礼貌呢 你的礼貌呢 礼貌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开门 有没有脚步伤 诶 超怕的啦 我可以在这里就好吗 我可以出去吗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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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在这里看他会不会过来 别再感谢剪辑了 我觉得刚刚那边也可以捡 我们刚刚就跟个透明人一样 完全没有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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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聪明 伸手矫健 身轻如燕 秋森丸 诶 他又过来了啦 我现在不敢随便乱动诶 因为我知道这边是 我知道这边是安全 what the 缩好的安全呢 缩好的安全呢 哦 这个钥匙应该是拿到 拿到手电筒之后才能 才能拿的 所以因为我们 在游戏刚开始没多久 就已经进了这间 厕所可是没有看到东西 就以为这里没有东西 到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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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吗 save吗 save save吧 应该是save吧 来聊天室100分抽都刷一波 应该save吧 为什么还有声音啊 等等 那个音效是怎样 不是 没事吧 好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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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上去了 ここだ ここだ 好 来聊天室 来聊天室100分刷一波 对 它都会顺手关门 随手关门好习惯 哎哟 你这时候就给我下去 我真的搞不懂 你这时候就给我下去 啊刚刚就 呃 讲错了 你这时候就给我上去 刚刚就一直下去 到底是 关起来关起来 来 聊天室100分刷一波 希望它不会冲进来 希望不会 哎 啊 哦 这个这个的 哦 我们就这样就把电源打开了 所以完全不用去找保险司 欧美人就是优秀 不用去找保险司 太优秀了 光是不用去找保险司 这个游戏就值100分 优秀 太优秀了 所以 好 这应该没有任何钥匙要拿吧 所以 好 那我们现在 就去 地下室那边 然后 试试看 能不能 打开电梯 9-6-2-7 9-6-2-7吗 9-6-2-7 诶 不对 9-6-2-7 诶 诶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这样算是 诶 我到 我到外面来了诶 诶 到底是 我现在是成功还是怎样 应该是成功的吧 但是那个音乐还是一直在吓我 诶 吓死了 喝个水 好 我们总算到了外面来了 嗯 100分先刷一波 应该那个音效是不会过来的吧 好 这里有一件裤子 口袋里面有东西 309号房的钥匙 啊 存档了 太好了 我们现在要去309号房 这是什么 这个栅栏看起来已经坏了 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好 那我们就回去吧 我好不想回去哦 我很不想回去 来 我们来观赏一下外面的建模 你们看这个建模多么的优秀 看这个建模多么的有诚意 我不想回去诶 我在这里就好了啦 我们在这里野餐吧 在这里露营 不要回去了啦 干嘛回去啊 二楼 真不想回去 真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了 啊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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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 有了 来100分刷一波 这什么神奇构造 门打不开 这有没有东西咧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 在 藏在奇怪的地方 不要等一下怪狗冲进来哦 诶 这个吗 哦 有一个铁剪 拿到一个铁剪 所以 所以我们拿这个铁剪之后 再回去屋顶是不是 再回去屋顶然后 把铁丝剪开 然后呢 果然拿到道具之后 他妈那只怪又回来了 他妈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他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走来出去 喂 怎样 外面好像很热闹 他是想要进来进不来吗 还是 还是音效坏掉了 是音效坏掉了吗 干什么啊 诶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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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GO GO finally來聊天室100分刷一波 秋森玩 好了 我們可以投奔自由了吧 可以自由了吧 大大 直接鑽過去 我們到外面了耶 我們到外面了好感動 我們到外面了耶 要結局了嗎 要結局了嗎 感動到破音我喝個水 大家可以回家啦 我們走走看 我們在外面了好感動喔 那個露台的 那個陽台的柵欄壞掉了 在我們來的路上 我有注意到 那扇通往大樓的門是開著的 我應該可以從這裡出去 你不要跟我說你還在進大樓喔 你不是已經在外面了嗎 如果我只能達到那裡 要是我能去那裡就好了 你不是已經在外面了嗎 你就已經在外面了啊 為什麼還要 我不能直接走嗎 你在外面了呢 哇這個非常的 這個 這不是90年代吧 這70年代 90年代的日本房子沒有這樣吧 這個 這是560年代吧 等等年代是不是搞錯了 我覺得連哆啦A夢裡面的房子 都沒有這麼老舊耶 多啦A夢可是幾十年前的作品耶 你不要騙我說這是90年代喔 想騙 這怎麼會是90年代 哇不過 這裡 安靜的好奇怪啊 嗯 聲音來自於上面 這裡有人嗎 What 欸有個人 那不是 他來找我的嗎 欸 這是誰啊 等等他是裸體的 What 欸 退後 這是不認識的人嗎 陌生人 你..你沒有聽到我在講話嗎 阿娃西嗎 欸這是蛋倒同學 等等蛋倒同學不是長頭髮嗎 蛋倒同學不是長頭髮嗎 他在霧裡面消失了 他去哪裡了 阿娃西嗎 你不是長頭髮嗎 阿娃西嗎 你什麼時候剪頭髮的 消失在霧裡 我現在來逛一下這個城鎮 搞不好有道具 搞不好有道具 欸這什麼東西 還真的有道具耶 What 這種地方居然有鑰匙 總之先把它拿走 House key 房子的鑰匙 不知道是哪一棟房子的鑰匙 不知道是哪一棟房子的鑰匙 阿娃西嗎 阿娃西嗎 你怎麼跑一跑 我頭髮就變短了 不知道可以 進哪一棟房子耶 會不會走著走著 就進結局了 這這 嗯 不知道那個鑰匙 可以進哪裡 What 你是 這位同學 你是 你是剛剛那個 阿娃西嗎 這位同學 這 這 這位同學 是他 欸不是 你一開始不是 長頭髮嗎 一開始的建模 他明明就是長頭髮 泡沫 泡沫畫到失去衣服 這畫面可以嗎 你為什麼變短頭髮 而且為什麼沒有穿衣服 是他 啊不理我們 不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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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是這棟房子耶 那既然阿娃西嗎 那山在外面 我們應該不會看到 怪物了吧 欸 欸 牆壁上有寫啊 地上有一把手槍耶 等一下 等一下再撿 喔 零錢 零錢 我們拿到一堆零錢 所以要去投販賣機嗎 地上有把手槍 這是真槍嗎 看起來是真的 我應該拿嗎 把槍拿起來吧 好 我們拿起手槍了 先把它拿起來吧 不見了 不見了 不知道零錢是要幹嘛的 嗯 看一下有沒有販賣機囉 販賣機 欸有欸有販賣機欸 喔 居然是鑰匙 蛤 欸 有 是勒 有 結局了嗎 倒下去了 啊 啊 哇シマさん慢慢地倒在地上 欸 然後 在原地出現了一個女孩 的屍體 然後 地上慢慢地冒出了鮮血 地上慢慢地冒出了鮮血 我可以聽到他在呼喚我的名字 我很慌張 欸 欸 我跑回那把 我跑回那棟我找到槍的公寓 我想要把槍放回去 但 這裡變得跟剛剛不一樣了 牆上的血 不見了 當我回到外面的時候 屍體也不見了 嗯 The end 剛剛那個結局叫做 不再 無辜 這是阿娃シマさん嗎還是 是主角 嗯 欸 這是你想要的嗎 嗯 最後一句好像是說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 喔我懂這個 遊戲名稱的意思了 它意思是說 不再純真 我們要解釋一下那個結局喔 我們被纏上了 跟鬼進入戀愛的右線 你又在那邊 哈密關 我們來解釋一下喔 那個 阿娃シマさん 他就是一個妖怪 他不是一個人類 雖然我們現在只有走第一個結局啦 第二個結局不知道 但是從 我們剛剛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弟弟 然後 他騙我們去那個 那個廢棄大樓 最後我們在 因為 那把 那把手槍是一個 結局的分歧點 如果我們 開槍 打死阿娃シマさん的話 我們就變得 不再是清白無辜的人了 變成 失去了 失去了孩童的純真 不再 不再清白無辜了 所以 從那一刻起 我們就被阿娃シマさん 纏上了 最後那一幕是 主角他一個人 就是失魂落魄的 待在自己房間 然後 阿娃シマさん突然出現 跟主角說 這是你想要的嗎 這 這麼一來我們就永遠在一起了 就是說 主角已經跟阿娃シマさん一樣 永遠 變得不是人類了 因為已經不再無辜了 衝 衝這麼快 沒關係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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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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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又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子嗎 不是應該開門要有無敵時間嗎 我已經開門了阿 就差這麼一點點 就差這麼一點點 製作人給我吃來 製作人 製作人 反正我們已經 衝 確定路線了 快快快快 YA SAFE 來聊天室100分刷一波 天選之森 身所矯健身輕如燕 他現在 那個音效在那邊嚇我們 但其實他是不會進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BABY 好 這裡 有一把梯子 我可以用這個梯子 登上那個陽台了 然後就存到 他蠻厲害的耶 他可以把一個這麼長的梯子 藏在自己的四次元口袋裡面 我們不用手上扛著梯子喔 梯子已經安穩的放在我們的四次元口袋裡面了 他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鐵絲網 然後 我們現在拿到梯子之後要回到 從公寓出來之後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柵欄破損的陽台嗎 我們要從那邊架梯子上去 好 剛剛那邊已經存到了 但是這裡 我們出去之後又要再面對 Awa Shima-san 我們出去之後又要再面對一次Awa Shima-san 我喝個水 要回到 回到上次的那個公寓 而且你們知道那個Awa Shima-san有多卑鄙嗎 Awa Shima-san是你要走上去 觸發 他很機車喔 他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堵我們喔 他在那個 那個圍欄壞掉的公寓下面 正下方堵我們 所以我們上去 我們一上去就會遇到Awa Shima-san 而且Awa Shima-san那麼胖 根本就不可能從他旁邊穿過去 所以 只能把他引下來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比較心累的部分 What the... 就要把他引下來 把他引下來 然後 然後 然後不要 不要完全擺脫他 因為這樣才能確定 他不會瞬移回剛剛那個 公寓前面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最心累的部分 應該快了啦 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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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在後面啊 有空坐在前面 各位 各位 finally 我們可以回家了 finally 來大概100分刷起來感謝各位今天陪我到這麼晚 我先休息一下下 手好酸 I can get up there with a ladder 我可以用梯子爬上去 我可以用梯子爬上去 阿娃島 不要再鬧啦阿娃島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他在下面捨來捨去 剛剛一瞬間有看到阿娃島在下面捨來捨去 阿娃島 阿娃島 神木麗 神木麗 感謝追隨的所following 終於不會再gank了 我覺得賭盤這功能滿好的阿 這樣大家在等待的時候就會不會覺得太無聊 有點小樂趣 好那我們其實已經進入這個遊戲裡的 第二個結局的分歧了 我們現在 進到一間公寓裡面 手超酸 WTF 好想回一跳 幸好不是 從下面開始 我會崩潰 下屬 原來下樓梯直接左轉就好了 好 好 大家一百分刷一波 真的可以看結局了 來一百分刷一波 這真的比玩魂系列還累耶 魂系列都沒有這麼鬼畜 好接下來就是第二個結局囉 我們接下來確定沒有追逐戰了 接下來是第二個結局 各位夫婦們 請把你們的畫面轉過來 我們要看第二個結局囉 我盡可能的全力奔跑 我甚至不敢回頭看 彈倒同學是不是在後面跟著我 然後當我終於接近我家的時候 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需要回家 OK 又回到這個奇妙的 第三人稱 所以這邊就沒有什麼東西要拿的樣子 這奇妙第三人稱很難操縱耶 因為它的操縱方式就是以前惡靈古堡 一代那種 喔沒有手電筒 一二代那種 欸 你們看左後方有一個人 左後方有一個人 左後方有一個人 不見了 左腳也是蠻厲害的耶 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 看到後面有人在跟著他 他也是 好不在意 喔 終於回家了 二樓的燈是亮著的 終於回家了 最後 桌上有一張字條 桌上有一張字條 那是媽媽留給我的 我會比較晚回來 妳要照顧 妳要照顧 Kan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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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妹妹嗎 冰箱裡面有晚餐 記得要吃晚餐 我剛說晚餐 記得吃晚餐喔 媽媽 謝謝妳媽媽 但是我現在還不想吃東西 這並不是我不餓 只是我現在真的很困 但更重要的是 Kanako 我再好去看一下 Kanako Kanako 妳為什麼外面看起來 是天亮的 但現在其實已經天黑了 呦 欸欸欸 這個還是很難操控 好像有人 Kanako是妳嗎 Hello 姐 Kanako Kanako 我有一個小孩的剪影 姐妳去哪啦 我好怕喔 我很抱歉 因為我今天有社團活動 所以晚一點回來 妳明明就知道 我不想要在天黑的時候 一個人在家啊 今天我們班上的女生 在跟我講怪物的事情 什麼怪物 The one that comes to get you If you don't brush your teeth 如果你沒有刷牙的話 就會有怪物來把妳抓走 有天使有沒有人沒有刷牙 沒刷牙 張小孩會被怪物抓走喔 Oh well 那妳有沒有刷牙 有我也刷牙 那妳就沒有什麼好怕的啦 再說 怪物也不是真的啊 那些女生只是想要嚇妳而已啦 媽媽也是這樣跟我說的 這小朋友看起來很小耶 小學生吧 不要擔心那些事了 妳吃了嗎 妳吃了 那妳就去睡覺吧 如果媽媽回來看到妳還沒有睡 妳就完蛋了 好吧晚安 我真高興她沒事 我也應該要睡覺了 外面好安靜 外面好安靜 OK 我輾轉難眠 我輾轉難眠 隔天 淡島由衣子來學校了 蛋倒同學 她又表現得一副很邊緣的樣子 都不跟任何人說話 嗯 我很確定 那只是 那只是 那只是我的心 真只是我的腦袋在胡思亂想罷了 但是我總是 可以感覺到她的視線 一個禮拜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我甚至沒有 注意到 蛋倒同學失蹤了 應該就消失了 我問我的朋友 居然沒有任何一個人 記得這個人 我的生活又回歸了正軌 但是有一件事情改變了 這件事每天都會發生 It's a fear that one day when I'm all alone the lights will go out 我害怕有一天到我落單的時候 燈會突然暗掉 And I will see lost thirsty eyes again 然後我又會再看到 那雙 飢餓的眼神 逐漸退去的 唇針 還有 還有 嚇到 大丈夫? 有一個人出現 欸? 有一個人出現 欸? 有一個人出現 有一個人出現 我並沒有真的消失 有一天我們會再見面的 我都搞不懂哪一個才是好結局的 你們覺得後面的那個 畫面沙沙的那個視角啊 很像是有人在盯著主角看 那個霧霧的視角 說不定就是阿瓦島さん 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個才是好結局了 但是這個應該才是真結局啦 我覺得這個結局還不錯啊 蠻用心的啊 他要做一個動畫 好簡單解釋這個結局 這個結局就是我們並沒有殺掉阿瓦島さん 回家了 然後家裡面見面又有一個妹妹 然後後來隔天 在學校還是看到阿瓦島さん 但是他又變得跟以前剛到的學校一樣 就都不跟人講話 彷彿沒事一樣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阿瓦島さん就突然的不見了 主角也沒有發現到他到底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而且問了同學 甚至沒有人記得這個人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完全可以肯定阿瓦島さん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怪物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怪物 然後在你不知不覺中來到學校 然後又在你不知不覺中離開 離開之後所有人都不記得這個怪物 但是只有主角記得 可能是因為主角有跟他 一起經驗 一起經歷過一些事情 所以只有主角記得他 但是雖然阿瓦島さん他消失了 可是主角他一直覺得好像 好像阿瓦島さん一直不知道在哪裡盯著自己看 就是他還沒有完全的從那種危險中脫身 最後我們看到一個霧霧的視角 那個視角看起來像是有人一直在偷窺著主角的每一天 然後最後有兩句話 他說我還沒有完全消失 總有一天我們會再見面的 也就是 總有一天主角阿瓦島さん會再度的纏上主角 所以兩個結局 左腳都沒有安然無視欸 阿瓦島さん好像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殺不死的東西 至少是 子彈殺不死的東西 我覺得 蠻像伊藤潤潤二風格 為什麼說像伊藤潤潤潤風格 因為伊藤潤潤他的漫畫 絕大的部分都是 那個背景都是在90年代 包括這個房子也是蠻像伊藤潤潤漫畫裡面會出現的建築物 伊藤潤潤潤他的 他筆下的每一個怪物 都沒有跟你說 那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怪物 這怪物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要怎麼 擊退擺脫這個怪物 也不知道 就是 那種莫名的恐懼 沒有犯法 去對抗他的那種恐懼 蠻伊藤潤潤的風格 但的確是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個怪物 你本來就 不一定會知道他是哪裡來的 也不一定會知道那個怪物是什麼東西 或是甚至也沒有辦法去 打敗他 擺脫他 所以雖然 雖然這兩個結局 好像說不出來哪一個是好結局 但我覺得剛剛那個結局還蠻用心的啦 還有動畫給我們看 比較接近真結局的感覺 所以我對這個遊戲評價是蠻高的 對這個遊戲 我們看不出來 可以看不出來 在這個遊戲 真的有什麼遊戲 我們看不出來 你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們看不出來